最後的話希望把這個範圍資料全部清空 清空完之後再把它全部再恢復 那怎麼做?特別注意喔 其實也是一樣 第一個我們在VideoBasic裡面 先增加一個什麼一樣再把剛才拿這個來複製好了 這個叫什麼樂透彩一個叫樂透彩一個叫樂透彩清楚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輸入樂透彩 OK那再來的話怎麼樣讓它 其實可以先做樂透彩清除 清除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for i 等於2到43 然後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b c d全部清空 所以其實程式第一個不用邏輯判斷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if這個部分delete掉 這邊往上一點 這個的話縮排可以往前一點點 Sales的b b欄裡面 裡面沒有東西就等於什麼 等於空的 所以你這邊的話打一個等於空的 然後c欄 所以這邊他把b欄全部清空 c那最底下嘛 你就把這個b欄複製一下 然後分別貼一次 貼兩次貼三次 b c d e 有沒有 分別清空 所以b c d b e ok 記得先不要執行 因為你一執行裡面的公式就被清掉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複製裡面的公式 所以複製完之後貼到底下 把這邊清除拿掉 然後這個裡面呢就貼什麼 貼裡面的公式 過來就可以了 怎麼貼 一樣嘛 複製這個 因為裡面只有列號 好像沒有雙一號 因為名稱不會有雙一號 所以用名稱的好處 就是你可以少一個步驟 不用 去改那個雙 這個貼過來 其實這個也可以貼啦 因為這個好像插在這個 這個名稱而已 有沒有 然後 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雙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這個前面有講過 就是把它改成I就對了 然後and前後呢 把它空白 OK 然後再把這個 複製貼到這裡 因為這上面下面都一樣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合計也貼過來 合計複製 然後把它貼到這邊來 等於B2 2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拿這邊來改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把它複製 然後一樣把它貼過來 所以其實就貼公式 然後改什麼 把這個 I的雙引號到雙引號 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來 這邊也是貼到這邊來 貼完之後就大功告成了 程式基本上就寫完了 那我們來run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的 執行 清空了 有沒有 沒有了 執行 又恢復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你就把這個 按鈕 再加兩個上來 所以最後其實我們是需要 有五個按鈕 把它做排列好了 順序 也許你再稍微 改一下吧 乾脆把這個 這個 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按照順序排列 也就是第一個這個是 這個是樂透彩 所以最後的話 這邊樂透彩 一樣把它 複製按鈕 然後把上面的名稱 改成這個叫樂透彩 這個叫樂透彩清除 或者 選錯了 該是 這個 OK 然後把它 改過 所以最後做完了 這個就已經完成了 大功告成 所以 按下它清掉了 按下它 恢復了 然後再來的話 就算好 揶 手